你好,我是这个明镜电视的陈小平 我先问就是说您呢,就是说可不可以把您介绍为就是说这个环球时报的对外发言人的这样一个说法呢 这个身份呢 可以,可以这样说 好,那么可以这样说 那么就是我们明镜电视对环球时报对外发言人的一个专访 那么呢,我想就是 先请你讲一下就是刘鹏菲博士被抓的这个过程的一个介绍和他的最新进展是一个什么情况 其实,就是说从那一天才是就是等一下我再回去补充环球时报是什么事 那一天呢,就是光是9月6号的时候 因为以前呢,他是非常负责的群众吧 所以呢,他在管理啊什么,然后他去中间去电台做讲座呀什么 他都会说啊,我要去电台做讲座 等一看呢,要两个小时以后才能效果 他都会告诉我们的,不会同在,不会失严太久 所以那一天呢,就是从早晨北京时间上午 半礼拜以后就10点了 然后到中午降落的时候,就是他把他去认回 这真的很不平常 因为他肯定会去留这样的事 他就会告诉我们他去打理了 结果就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就北京时间已经是上午了 当晚上没有走到半夜的时候,就是得到消息 就是他的行,就是他的行友 就是通知我们,说他已经被抓了 第二个话呢,我比如说,说他有十二十个警察到家里超压被抓了 但是我,因为我并没有跟他的行友 在他直接联系 所以后呢,再过了一天以后才找到 联系上,他的行友说的情况就是说 他九点早上九点,六号早上九点 他还太晚了,出门去好像是想买早餐还算麻烦呢 就是在小区里,就发现有一顶车在旁边围着他们堵住 他们想绕开,马上就冲上来,那些警察就包围了 就到家里超压,带了好几个大箱子 所以收去了一部电脑和五部手机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没有列清单,没有列超压清单 可能当时就是说,现在跳出来就是说 当时可能提供了一个什么都不证 只是一个都不证 并没有积压的什么呆布证 没有这个事件 也没有这个查询的清单 那后来过了两天,就后吧 就是找到郭少平和这个上榜军 两位律师,就是委托他们 就是说,卫助和律师都想介绍的介绍 然后这两位律师呢,好像当时 大概一天前吧,还两天前 当时就说找不到,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在哪个地方关押,也没有名,就是罪名也没有 就是什么文件也没有说,为什么会不说吧 就没有,但是就是大概几个小时前吧 就是得到郭少平和律师说,是被冲进 官员在冲进,是冲进里面我来抓人的 就是目前的话是知道这样 但是从来不知道他在参与这个万球时报的工作 这是一个问题,这是这个关于他的这个被抓的这个事情 我知道很多人啊,几乎是每天看你们的这个 这个环球,环球时报 这个时不是时代的时,是真实的时,对 那么实际上人们因为这个刘伯斯的被抓 才开始真正的想去知道这个环球时报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报 这样去想了解这一下 所以说您能不能够顺便在这个采访中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 你们是怎么建,怎么想起来要建这么一个报纸 对 因为呢,在2014年9月底的时候 香港发生了战争 后来呢,就是在海外的人 就是主要是回家新华的发展一代 因为吧,就是在对国内,因为那时候刚才去推进这群嘛 很多全群刚刚开始热到天 所以就发现怎么国内的这个很多的那个思想啊 而且去听一方面的那个官媒的报道 很多的思想是觉得非常的难受 就觉得非常的很难以沟通 所以就觉得想办法呢 把海外的另外一个方面的报道 另外一种,考另外一种角度的评论呢 转发到国内 让国内的朋友看到 所以这些评论呢 并不是说评论香港在中讨论 但主要让大家看到另外一面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呢 开始只是说 从微信上用那个 印象笔记那种方式 Evernote这样 就是传扬 但是这时候很少人 因为都是只在朋友圈 又怕别人删 所以就是二百多人啊 什么朋友关注啊 那样还开始很少 后来呢我就 大概在 一定不是我创办的 是北大的 我的同学 他创办的 后来他在 就是二零一五年初 大概一月份 他就要回国 要看归宾身体嘛 他就觉得很方便嘛 所以他就交给我 交给我 那我就觉得 还是不太那个什么 因为我看很多有些 别打到他们那个自媒体啊 什么的 比较方便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 wordpress 可以自己接的 免费网站 而且可以有那些 有图 而且不见本家的篇图 不见这个字数 只要标题 可以 就是通过它那个 微信的屏蔽 只要标题 可以 里面本家的内容 什么名字都可以写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 接着我们开始建网站 建网站 就是 也是在发 很多官官的 大家就是 邀请我们这个 号 就去到他们 很多群 大概最多就是 三百多个 微信群 被邀请去 发 而且呢 我们有一个号 就是叫做 就是邀请别人家好友 来看我 朋友圈的东西 但是这个号呢 经常被封 所以这个朋友圈呢 就是根本没办法 他们封太算了 朋友家好友 家外 自己就封了 所以后来 我就讲大概是 2015年 6月的时候 我就开始建了 环球时报的 都者群 北京都者群 所以 并不是有种非建的 而 他们的 从刚开始 引起完肢 我跟他其实也就是 网上在 北大 新山甲 就是这个 这些群别人呢 但从没见过去 就是 比较 同道啊 所以我叫他 一直在关心 就比较关注 而且非常成本 低调 很理性的 通过跟人家 骂了不怕 就是那种 反而不怕 而且是很有的态 所以呢 2015年 6月的时候 我开始建筑者群 就建了一个 很快板 然后我没有规定 说 只能发 还使的东西 不会给你的东西 内容淹没 这样就比较干净一点 也不会拍太多别的大的文章 所以慢慢得到很多 比较喜欢 读 就是比较多的 比较高质量的 实体的文章 他们就是 都不喜欢 所以慢慢的 空间到两个群 所以这些群呢 还是比较稳定的 其实那些电影院 被黑客 他们就是 经常会找到 就把整个账号 全给亏了 没办法 压新内容了 那我就要换 然后这网站不断的话 换新的链接 所以要搞到 1000多个网站转移 大概在2017年 出发大概就是 国务会 在网民的 第一期以后 这个 失败的弹发 就是 奥国立即把 整个网站 整个网站 就是送到 整体这些网站 就是跟这些 没什么关系 没有了 所以很难传 我们才清醒了 这个网站的转移 所以 那大概是在去年底的时候 开始 去年9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实在忙不过来了 就是联系啊 什么的 还要管理去 那些家人 什么的 所以我就觉得 需要人帮忙 我就想到 林博士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 坑本 不会随便 批人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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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人呢 就是 起座比较好 我也随便 就是 就是 提人 对我对人 提开来 管理这个群 管理这个诸葛奇飞行群 很快 我是见了好几个群 但现在还是不够 所以又再扩展 都刚开始的两个群 那又扩展 变成10个 11个 但是呢 因为 也是随着 郭尔网站上的爆料 过去这半年 过去这半年 我看 大概被封了150多个群了 就是 重新建 又说 有时候明天 例如我可以达到 9个群都被封 那每个群都是很满的 快500人的 那样子 这一下子 我进行很大的工作量 所以呢 就是他呢 这个都是非常吸气 他把那个 我现在登陆他的 那个群众号 就发现他特别 他把那些 呃 没有银行卡 绑币的 就是不能住 超过100 以上的大群 他都标注 所以哪些人要先拉 封群呢 先拉那些人 哪些人有很多好朋友 可以先拉这些 他们会带走更多的人来 而且后来就发现他把很多人 在每个群 他都标注 那都是好几千人的 嗯 他跟你这样一个一个 都要不非常接近 所以他担担了很多时间的 这个管理上 嗯 就是 嗯 多了很大的劲 在这上面 啊 但是 为什么我没让他来参与 这个编辑 那些呢 就是他 首先他电脑 他是很有理论 很有文采 但是他这个电脑啊 什么的 真是这个 真是无虑太急 嗯 他自己都说他自己笨 所以呢 我就 去年十月啊 十月份 我想让他还是 帮我编辑一下 就是格式化一点啊 嗯 他登录了以后 电脑就会被黑手上来 就是远程遥控 登录他的电脑 他就动不了了 嗯 这个事情也发生在别的 就是墙内的义工来说 所以我就知道 墙内的人 只要登录 我们就要绑架 做很快 这样好奇就会被黑掉 所以呢 就会不要那个条外的 就是 一般的话 就不要他们来编了 一般的话 就发展他们会跟注 谁 因为他们 盯上我们的网站 所以国内的人 任何人 登录我们的网站 就是参与编辑的话 他们就会 跟踪到他那个 个人的手机 的电脑上 嗯 所以他并没有参与的 这个编辑是批评过的 就是说 主要的是在网站上 嗯 就是说 先说你们这个 《环球时报》的这个 我想问这个名字啊 就是说你们 好像有点 针分相对的这个 胡锡进先生的那个名字 对啊 你们是不是有点 这个针分相对的意思 对 当时 因为当时在中的时候 就是嘛 就发现气都不能亮 那个《环球时报》 怎么对了 气死了 就是进出假话 那你出出假话 我们就来个真的实的 嗯 因为就是因为 这个名字 特别相似吧 嗯 所以很多人呢 以为是官媒的 那个《环球时报》 但是会有些 也就是说 在进到民主区 发啊 发东西他们会 当天是会有目的 说你怎么进来了 但是一看到 那里不是什么东西 另外呢 呃 就是刚开始 对我们打仰呼 也是有好处的 就是很多网警 以前我们这句 官媒的那边 《环球时报》 也就让我们 通过了很多 因为他们很多 水平也不是说 也不知道 文化的是什么 但只是看这个 名字什么 他们就过了 就没有删 没有拼毙封号 我们点住 但是后来 大概这两年前吧 《环球时报》 这几个简体制 如果四十四 这几个简体来一起的话 那就觉得影响 如果打出来 这微信 发过去 这个人说不到 墙外的比赛 那墙内的号 上不上 然后这个群名呢 如果写着 《环球时报》这个字 它就说 不可以不能取这个名字 但是那半年前开始 甚至《环球时》 这两个简体制 都不行 都会被PB 或者区民也要PB 后来有些图像 就是我们一个logo 如果发那个面接 里面都会有这个 如果他找人 也会被PB 就是因为有一个logo 好 这个 您呢 我不知道 您怎么样的去解释 这个事情 就是说 有的 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现在你们这个《环球时报》 就实在的是 是以 定位呢 是以 转发优质时评文章 为主 当然我也看到 你们转达了很多的 视频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 你们是在这个内容上 你们是怎么定位的 所以说 我们主要是 现在就是 主要是墙外的 墙外的东西 墙外的呢 当然 刚开始呢 就是 好多墙外的媒体 都在选 但是慢慢有一次 国会接触这个 这个事情之后吧 慢慢慢慢描露 很多 这些媒体 它有点 就是 有点 会水摸鱼的感觉 所以我们也慢慢 就选择 有些媒体 不太注意 或者做觉 有些就是 怕木造的东西 那我们就 不要 不要再转 畢竟说 我们什么东西都转 一定要告诉 国内很多人说 他的面子 还是挺清楚的 所以如果我们 把国内两可的东西 给他们的话 会更加的任务 一些 所以呢 就是说 这比较的姿势还行 应该啊 什么 应该就是 也去看看 什么情况 应该是很多的 就看他们的观点 还有一个意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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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都是我来剪的 反正就是 基本上是 然后视频呢 刚才是 也没有经验嘛 但是 主要是 因为我们发现 就是 郭文贵 开始转到以后呢 这个视频呢 是很有利益的 因为 视频当时到 就是 当时我做 第一集的时候 那 他传播很快 而且那个时候 发现 如果我直接 解释那个同样的 那样是 引起更多的关注 而且 不会以本意为难解 但是 后来 慢慢的 他们也就这样 他们的解释 就是不断的 根据我们的情况 他们也不断的 提到他们的来 去除处 所以现在 还就是说 如果一发生 有同向 解释的视频 那 很可能 那个耗脸 或者是 凶脸座 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 都发现 压缩版的了 压缩版 不是直接 进去除 但是我们现在 已经发现 很难 他们把我们的号 封得开 视频号 我们将号 也封开了 第二发视频 那个 前世提出 马上封了 所以我现在 开始转移到 WhatsApp WhatsApp有三桌的 就是 发了很多地方 然后大家 去WhatsApp 转到微镜里面 就个人 转个人的 这样的话 每个人转的 都是新的 新的版本 就是 没有被拦截的 你自己转的 还没有被拦截 有很多很多的版本 然后呢 就影响 虽然我们就是 10到11个 WhatsApp 现在 但是影响到 他们说是 体系对WhatsApp 的情况 因为很多人 从我们的WhatsApp 再转到他们 各自的WhatsApp 所以 就是说 影响必须很大 就先去说 刚开始你们 活动的主要的地方 是在微信 然后呢 微信上 对你们的打压 越来越严重 所以你们现在 大体上 就是找到了 以WhatsApp 为主的 这样一个地方 如果他们拦截截 的话呢 还是转的 只能是不能发电机的 只能是发文章 图片 就是单章的 图片 是整天文章的 还有就是 压缩版式 但是呢 如果他们拦截截 呢 我们就通过WhatsApp 就是大家做 因为我觉得 很多事情 需要大家来 来能发动大家的 或是靠几个人 去做什么事 那是很被动的 就是 因为争取任何事情 争取民主 争取自由 都要靠大家的 而且需要靠国内的朋友 自己想去做 不能做靠海带 或是传给他们的东西 所以呢 WhatsApp是靠 大家发动起来 让他们 大家都转 那就好一些 下个问题呢 我就想 说到这个 刘鹏辉博士了 就是刚才你已经 介绍了一点 嗯 其实他是幕后英雄 另外他报导的是说 群组 时报的群组被抓 就是他到底身份 原来是北京江人 84年的北京大学 我这个是很最确的 就是他太太 他们一边提供的 84年本科 北京大学 技术物理学 应用 金融化学专业 嗯 技术物理学 然后呢 技术物理学 运用化学专业 嗯 然后呢 他又读了硕士 在同学在百岁大学 读了硕士 然后又读了博士 第一次的博士毕业 然后呢 就到清华大学的核研究院 同学在 就是博士后流动在 就是和研院 博士后流动在工作 到1997年12月 他进到通科院生 生物物理研究所加碼中心工作 就是一個三年長一個加碼中心工作 2013年出任紫光加納公司總經理 2012年辭職 我現在很驚訝的是它是提示這個全職 但是它有那麼多的時間去管理這個群眾 可能就是說因為它就沒去工作 但是它經常會說我們去電台做的節目 所以我不知道去電台做什麼的節目 也可能是專業的或者講歷史 因為它很愛讀書 非常愛讀書 所以對那個歷史啊就是我們的常識 就是它這些歷史的研究啊什麼的 非常多 大概在7月還是6月的時候 它就說咦 它跟太太在小區一段散步 就搬這種金子了 覺得很奇怪 然後也是印象的就是它當了一些錢吧 就是它覺得突然它們樓就黑了 別的樓都沒事 你是不是覺得它覺得好像跟它有關 或者手機 手機信號在我們的房間就有 就是它覺得非常 就覺得感覺是對監控的感覺 你剛才說它就是說 在這個環球時報這個群裡頭呢 它實際上並不參與 這個環球時報內容的編輯挑選 是對這個群裡頭的一些人員的一個 管理性的一個工作 就是它呢 揹配很多微信群的這個工藝 也就是去一種提防講座呀 它這第三可能都幫助轉播 因為它對一些微信群的 就是其他群的關係上 也很容易知道 主要非常轉播 它甚至還做過幾個 就是當個家庭來養 這些那個 都是很深合的 就在江澤的那個群啊 都是很合的 就是它就在社交媒體上 是比較活躍的 自己不僅貢獻內容 也會提供相應的服務 盡自己所能 是一個熱心的人 對它這轉播呀 轉播這個媒體啥 就是做一些服務的事情很多 而且很多時候 我就說央行過來了 它還是說幫助溝通 比如說我需要人幫我 做一下視頻或者 它就幫我聯繫一下人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實在忙不過來 就是他這個人 就是說 非常的 也很辛苦 就是說我很多時候 壓力太大 我說你怎麼辦呀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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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其實他壓力很大 但是他 才一定 我不知道 就是要不要到 就是 跟你說一下 這個情況 如果他在背骨的前一天 聽到那些好友家 就是說 或者是 就是感覺好像要背骨 就是行人想 把關係群組的責任 就是把這個群組交給 一個好友 對 這就涉及到我下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 北京 就是或者是 不管是北京也好 還是重慶那邊也好 到底誰抓的 不管就是 反正是中國政府 要在這個時候抓這個 劉鵬飛的問題 你剛才提到 他有 有預感 自己有問題 對 我也知道 就是 北京 現在 發了一個通知 就是要搞群組的連坐 嗯 這個 他的這種預感 跟這種連坐的這個 新規 或者他的被抓 是不是跟 也跟這個連坐的新規 有關係呢 您是怎麼看呢 嗯 嗯 這個時間上有非常大的 就是要看時間 嗯 他是九月六號上一個 嗯 九月七號 公布的這個規定 嗯 十日八號 說實行是十日八號起 那為什麼九月六號就抓了 嗯 你認為有關係 嗯 嗯 就是說 嗯 這是 這是 這是一個有待解答的一個問題 也許是這個 啊 立法帶抓人啊 都是有關聯的 嗯 是這個問題啊 這個 劉鵬飛的這個事件發生以後啊 我就看 有的人在你們的推號 後面留言 是這個問題啊 就是原來他們說原來一直以為 你們這個環球時報呢 是一個海外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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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基礎的一個社交單位 社交媒體的名字啊 沒想到啊 劉鵬飛先生居然還是在中國啊 這是一部分人的感叹 啊 這個被抓以後啊 大家就想問就說 能不能給大家提供一點什麼 經驗教訓給大家 就是因為社交媒體上做你們這種事情呢 很多 就你們從他這個事件裡頭 能不能給大家一點教訓 讓大家避免以後可能發生的一些 類似後果 這邊您怎麼看呢 我發現就是說 只要是在中國 任何 政府衝撐老百姓 養老戶 是沒有的 就是我們這個團體啊 這個台灣這些很難講的人 關於很多軍事去做這些事情 嗯 因為就是國際人 他才有那麼大的同盟 就還在著我們妹妹兄弟 還要自己活得好 都不是中國籍吧 是吧 一定有那麼多時間 這個持續裡很多去投入那麼多 但是就是說 因為大家的支持 需要 就是覺得 才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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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難受 我就將這 想去做 所以很多技工呢 他們是冒著 他們開始做 就知道是冒著淋顯的 淋顯 所以他們也就是盡量的保護 給我們的軍事設計啊 什麼附近的人啊 搖一搖 我們在使用這個通訊 這些全是官的 我們兩個就是 用每個電信 只要是義工 就是說 用環璽網路號的這個 手機 或者評判全是跟私人的威脅 全是送開的 就是你不能用 用換來換去換這個號 是很危險的 因為它主要就是同一個機器 或者是 還是一個呢 就是說 自己的字號 轉給 那個工作號 這個時間都是保護的 雖然是資料 全是保護的 嗯 資料也是保護的 所以那個東西 它是看 這個字號 跟那個字號轉 那它就覺得 是有關係的 而且呢 其實我們理工有的 就是不是人工 而就是 原來 有一段時間 就是它負責就是 電信網站的 登陸網站 結果呢 發現 也是有黑手 來解除遙控 而且我們那個 有些機工 它是很有經驗的 它設置 就是假的IP 就比如說 它是人在 我們這個 北方的一個城市 那它怎麼涉及到上海 IP也是上海 就是說 已經有了很多的保護措施 但是呢 它所用的網絡 就是家裡用的網絡 是實力註冊的 因為他們可以看到這個網絡 你從哪個網絡 開始在幹活 能夠查到你的 就是根本就沒有安全性 就是他們想要做 取代態度 就是他們 這個國家去 就像郭文貴先生說的 就是你要聽他們的 哪些大中文字 讓他們都收到這些情況 儘管你們盡了最大的努力 去保證這個安全 但是呢 這個 由於技術的限制 對 平民是很難做到 平民一般的人是很難做到 就是面對這樣一個政權 它用自己的全部的財力 來對付這樣一些 平民行使的權利 他們 總會有設法 有辦法 這個 來找到你們 這樣時候導致這個事件 對 嗯 對 對 那麼現在我就想 就是說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剛才你也提到 你們已經轉入了這個 WhatsApp 這個事件呢 對 另外就是我想問就是 這個事件會不會對你們這個環球時報今後的運作呢 產生某種影響 這個事情怎麼看呢 當時呢 因為一下子失控嘛 就是說聯繫不上 然後呢 這個群組號 什麼的 但是 因為他跟我 就是我們還是很有 就是管理 所以我們這個號啊 我沒有自己的規定 嗯 有自己的這個暗號 所以呢 也許他當時失聯了 所以他當時這個群組號 因為當時 我用過 所以我可以登陸 所以馬上就控制住了 嗯 那群組號 然後呢 而且他最後 新買的幾個微信號 呃 就新港 還沒有開始用過 我都可以登陸 嗯 因為我沒有我自己的註冊方式 所以這個國家就能夠登陸了 嗯 但是因為他並不參與編輯 呃 就是編輯啊 卷文啊 這是原來是 已經有一幫人在做的 也不是一幫人 說這麼一個人 就是說 原來就有其他人在做 不是他做的 對這些沒有影響 嗯 只是呢 我們除了他以外 另外還有移工失聯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說 也那個 就是怎麼回事 嗯 嗯 除了他以外還有移工啊 對對 所以呢就是說 聯手一下子是少了 呃 小的話我們可能短期 聯手少 可能有幾個 那個電線區裡面發的少 但是萬大那個視頻 啊 那個還是可以叫常發的 嗯 嗯 然後推測還是一樣的 嗯 這樣的話就是說 你們會繼續 發布你們的 美日環球時報 不會影響 對 好啊 這個感謝你們啊 辛苦的工作 也感謝你們這個 這個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明鏡做很多節目 有時候我們自己 在技術上 我們都還在學習之中 當然你們速度 比我們快 我們經常跟你們學習 所以說我們也跟你們 學到了不少東西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沒有 所以是搞IT的 我們不是專業搞這些的 當然就是說 也是愛好也是摩托 就是因為他們 第一個給我們 必須學 什麼機理那個 機理眼球 關注啊 再發到群裡 不會淹沒 就是也想了很多辦法 但是因為就是 這幾天有這些事啊 對於我們師父 就連後了 很多都 就說連後了 半天幾天 就知道 就是罵了一些 但是畢竟國內他們需要看 還是覺得太晚 好啊 感謝你接受我們的採訪 嗯嗯 有什麼需要 新的交易的話 有新的話 需要分在這裡提提吧 好好 感謝啊